孩子安玛王子李志凯 为台湾摘下了第一面奥运体操奖牌 18号凌晨 他结束了14天居家检疫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之后 今天早上9点跟他的爸妈 一块来到了宜兰县政府 拜会县长黎子庙 也要跟乡亲们一块分享荣耀 李志凯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不但是让全台湾的民众 都看得热血沸腾 也让县长黎子庙大赞 也颁赠了100万元的奖励金 来肯定他 那我们欢迎台湾之光 宜兰之光奥运银牌选手李志凯 白色上衣搭配浅蓝色牛仔裤 安玛王子李志凯一身轻便 和爸爸妈妈一同前往宜兰县政府 与县长林姿庙相见欢 很厉害哦 逼出大拇指一见面 林姿庙就夸他很厉害 双方拳头碰拳头 气氛超融洽 凯旋归国 勇夺首面奥运体操银牌 训练过程虽然辛苦 不过李志凯最放心不下的还是爸爸 那很开心后来 听到爸妈的状况好转 做完手术是好转量 所以其实心理的压力 也比较小一点 就能都在继续更专心地 充斥训练这样子 幸好马上调整状态 在赛场上大放一彩 虽然与金牌擦身而过 不过精彩的表现 也让全台民众看得热血沸腾 重点把自己可以掌握好 该有的水准 尤其我知道 热忍器的台湾 又是第一次在国际赛 可以展现出来 那我不留下任务 你看 我觉得这20年来的努力 至少我拿到 我目前的天空这样子 谈到2024 巴黎奥运的金牌 李志凯则表示 有机会 努力规划安排中 而宜蘭县福也颁赠 100万元的奖励金 来肯定他为国争光 冬奥赛事结束后 选手回台休息再出发 展望三年后的巴黎奥运 能让台湾再次 殃名国际 这里科研宜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